传统文化 科学技术 延续千年的纤维纵横 都在等待着一个人 一所大学 和一次新生 今年我们以开画纸 作为录取通知书的试题 邀请师生 共同书写通知书信息 这不只是一张 简单的录取通知书 它承载了古法造纸工艺 与复旦的现金科技 并诠释国学而统治 切万而尽释的精神 开画纸 细腻柔润 包装健壬 受达千年 然而 繁华荡尽 技艺失传 复旦科研团队 设立院士工作站 通过物理 化学 生物 文博等多学科的联合探索 用现代科技 破译了开画纸 只受千年的奥秘 新开画纸的理化数据 已接近古代开画纸的指标 且寿命可达两千八百年 获得新生的开画纸 将应用于中国成千三万的古籍 和书画的修复 科学不是孤立的 科学 人文 艺术三位一体 相互融合 渗透 给艺术与科学的保障 与科学与艺术的想象 科学是这个世界的古像 人文是这个世界的肉像 艺术是这个世界的皮像 流淌一年的西水 烟化万年的森林 传承千年的工艺 加上寒窗十年的你 也许正在等待 与复旦相遇的那一刻 你是复旦新生 新的时代 等你焕发新生 字幕志愿者 杨栎赏